待會的這個現場的情形隨時連線帶您來關心 不過另外呢 今天上午7點半的時候 陳水扁前總統呢 他已經因為這個心臟不舒服 介護送醫 那麼儘管是動員了200名的員警來介護 但是我們發現 這個場面好像不在這個規劃當中 不但是記者可以近距離就拍到陳水扁 就連一般的民眾都夾雜在裡面 史上第一位介護前國家元首 醫院的秩序失控 走開 前總統陳水扁 才剛從救護車上推下來 所有人一股腦的往前衝 場面實在有夠亂 仔細看有介護員警院方人員 媒體甚至民眾夾雜成一團 距離介護的陳水扁前總統 近到不到100公分 從通道搭電梯只搭9樓 介護病房 電梯一開 場面真的很浩大 員警排排站 走到兩旁站滿人 隨便數得超過10個人 至這裡不是介護病房嗎 不止媒體進得去 一般民眾更是沒有管制 大夥親眼目睹 許久未露面的陳水扁 從眼前坐著輪椅經過 煤光燈閃個不停 記者搶拍直動員 200多名員警 介護的事前 國家元首 醫院內居然沒有設採訪區 媒體可以隨意走動 史上第一回前總統坐牢 遭到介護送醫 場面似乎不在 掌握之中 這是阿姑妖賣DK 少賈S小組 談不倒